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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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孙悦 电视上又放老骗子 《秋觉》 李星导演的 这是个老故事 在我童年的时候就听讲过 哎 这个现在把它变成一部 变电影 好看 但是看着这电影的时候 因为太熟悉了 每一个演员都是我的老朋友 工作人员老朋友 等等等等 我就想到故事以外 我所看到的电视新闻 凶杀的案件 家庭的不幸 家庭的凶杀 等等等等 秋觉是说 奶奶过分地溺爱自己的孙子 什么都由着她 她闯了祸 奶奶给她挡住 可是我们在想 我们做父母的 做长辈的 来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用这样的心态呢 只要是孩子有什么 都是她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今天的社会千变万化 不错 有很多事情 是情绪的 意识的 急性的 发生的 但是有一点 家庭的教育 如果是正确的话 你在正常的健康的家庭中成长 很多事情不一样 看事情不一样 人家用是非 你会躲开点 你不会在意那些 谁对谁不对 因为对与错 我们自己说不清楚 往往自己认为 我受欺负了 马上回去叫一批人来 来找对方来 对方也找一批人来 那个时代过去了 我希望那个时代过去了 虽然它还没有过去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借着 借着反省 让这个时代很快的过去 再有的是一个康健的时代 是一个礼让的时代 一个懂得尊重对方 一个懂得宽容对方的时代 人会变 会变坏也会变好 会仇恨他 也会原谅他 让我用一个宽容的心 去接纳社会上 很多犯过错误的人 给他机会 让他能够悔改 那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上帝赐福利 对方说 对方说 多优优优独播 都保护了